海峡新干线由敏中吉祥林独家剧名播出 两岸两会领导人第五次会谈圆满落幕 陈玉玲江炳坤相约年底台湾再相聚 台湾新绿媒体发布针对ACFA的不实报道 台当局登报纸广告权力博士 这种编造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那我觉得我认为说这个也是故意让人民恐慌 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说法 国民党创设总督岛角色 五位重量级大老化分责任区 都军年底五都选战 上海世博会福建活动周亮点分成 发明灯会欢腾彩接 巡游演出吸引眼球 台海资讯前沿两岸独家试点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敏中吉祥林独家剧名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韩哲 今天由我在福州和台北演播室的叶清凌 一起为大家带来海峡两岸的新鲜资讯 这里是东南卫视台北演播室 我是叶清凌 韩哲好 各位观众好 好的 在重庆举行的两岸两会领导人第五次会谈 今天圆满落幕 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下午率团成绩返回台北 海协会会长陈于林在下榻的酒店举行欢送仪式 两位老朋友西别时感性发言 称后续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并且相约要在年底的时候再去台湾 对于两会制度化协商的成果 越来越多的得到两岸同胞的认同 海协会会长陈于林感到欣慰 同时他也提出 艾克法在取得阶段性成功之后 还有许多后续的工作要处理 摆在我们两个面前的事情还很多 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 还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 我们完全理解海基会朋友们 回去以后还将为这个重要的协议 能够顺利的通过 还要付出很多人 我们两会的同仁 在这个重要的协议通过以后 还有许多多的事情要完成 同样感到众人在间的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 用一个大工程来形容艾克法 称其为两岸经贸交流历史上最重要的协议 他也表示艾克法目前只是搭建了一个框架 后续的工作可能更加复杂 要付出更多努力 包括将来面对的破品贸易 服务贸易 在在所面临的压力 绝对借此的找出清单可以迷你 也因此我们取取双方的工作团队 最后江炳坤也诚意邀请陈云林吉夫人 在年底时复谈 在第六次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时 完成以初步定下的医疗和投资保障 这两项新工程 两岸两会领导人第五次会谈 正式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格登杜吉德 于华盛顿当地时间6月29号回应指出 两岸两会领导人商谈签订 EKFA代表两岸持续强化对话交流 美国对此表示欢迎 在两岸近来正面发展上 美国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持续开拓与发展 美国国务院表示 只要能让亚洲局势稳定 美方都很欢迎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KFA终于签署了 台湾媒体今天持续关注 并且给予了大篇幅的报道和评论 接下来我们带您进入香港民意 独家赞助的今日链接 让叶清零来为我们梳理一下相关的内容 现在把时间交给台北眼博士 清零 好的 韩哲 6月29号两会正式签署了 EKFA全球的媒体 是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今天中国时报是以两岸大胜利为题 是引述了像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还有BBC 英国广播公司 还有NHK 日本放送协会 还有像华尔街日报 华盛顿邮报 国际主流媒体的一些报道 文章就表示说 这些媒体除了在第一时间大篇幅的报道 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和签署 EKFA之外有两个词的使用率非常高 一个叫做Historic 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另外一个叫Landmark 是就划时代的里程碑 像CNN的报道就指出 这项协议预期将强化两岸紧密关系 同时是降低两岸紧张可能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则称 大陆和台湾签署第一份涵盖产业范围 极广的贸易协议 未来再降低石化纺织和其他的产品关税 同时放行包括银行等服务业前往对岸投资 以期建立两岸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 日本NHK则说 签署EKFA将可以加速两岸经贸的整合 日本经济新闻更是指出 如果是逐步废除关税 那么将对在大陆市场上的台商 那是非常的有利 那么也可能会加速台湾加入 区域经济整合的一个步伐 今天联合报也刊载了一篇题目叫做 两岸谈判社会互动的新境界 这样的一个文章 那文章是来自淡江大学大陆所的教授赵春山 这个文章就表示说 签署这样协议的意义 绝非仅止于经济效益 或者是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而已 它对于今后两岸关系的全面发展 必将起到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 因为两岸将因此进入一个谈判的新时代 而两岸关系也将从量变转向质变 经贸议题因其本身具有互利双赢的特质 所以谈判的结果不可能出现 像说一方有所得 另方一定有所施降的叫做零和竞赛 那么这个结果呢 也是像这个连台湾内部反对法的人 是都不得不承认的 台湾工商时报今天发表题目叫做 两岸全面通商时代来临的一个文章 那么文章就认为 两岸中断60年的三通进程 在近两年陆续完成了通行通游之后 ECFA的签署呢 象征了两岸全面的通商 也正式宣告了两岸关系 进入了大三通的后期 并为两岸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 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平面媒体 对于两岸经济合作团价协议 ECFA签署的后续报道和相关的评论 先把时间交还到福州演博士 韩哲 好的谢谢金林 两岸各界乐界ECFA的正式签署 但是在台湾岛内 新绿媒体却借着这个机会 发布关于ECFA的不实报道 台当局在倡导ECFA的同时 也对这些不实的言论 予以了权利的博士 台大陆事务主管部门 更是大动作买下了报纸的全版广告 点名政治色彩侵略的媒体自由时报 编造数字制造恐慌 翻开自由时报 台大陆事务主管部门登全版广告 痛批某家报纸 捏造数字制造恐慌 还打上马赛克 同样的广告 刊在其他平面媒体 主角现行 骂的正是自由时报 这种编造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那我觉得 我认为说 这个也是故意让人民恐慌 非常不负责任的 的一种说法 发澄清稿没用 干脆砸钱买广告 更正媒体报道 台大陆事务主管部门 经济部门和农委会 倾全力为ACFA护航 台大陆事务主管部门指出 自由时报25号报道说 早损清单首播 将冲击15万人就业 这是虚拟的恐慌 而实际情况是 台湾对大陆的降税项目 大部分都是台湾缺乏的 上游产业原物料 这项项目低关税进口到台湾 反而可以降低制造业成本 提升竞争力 促进就业 根本没有那种 10年90%要完全开放的 这种规定 没有 即使是很大部分的自由化 很多项目 也是全部被排除 大动作登广告 批驳自由时报 对两岸经济合作 框架协议 ACFA的不实言论 台当局希望 借此改变民众的认知 不被误导 刚刚落幕的两岸两会领导人 第五次会谈 取得了多项成果 我们现在再把时间交给台北演播室 来听听台湾嘉宾的分析 清零 好的韩哲 今天来到我们台北演播室的是 中国文化大学江明清教授 江教授您好 你好 昨天ACFA签署之后 美国今天就表示说 它是欢迎两岸通过持续的对话 来改善关系 一些国际媒体也表示说 两岸签署了60年来最重要的协议 您对美国的态度和国际媒体 对ACFA签署的一些评价 做什么样的解读 这当然未必是绝后 但肯定是空前 60年前跟60年后有差别在哪里 1949年60年前是战争 现在是和平 所以这是一部剧作 历史的剧作 它的名字就叫战争与和平 从战争的边缘 现在到和平阶段 这核起重大之事 这表示两岸之间的相互信任 把心中的巨人 心中的温暖 心中共同的元素 统统统统在一起 所以两岸之间过去的 两岸经贸的合作或者交流 基本上只是这个 浮光略远或者是点对点 那么这次进入到一种 准制度或者准法律 它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交流 对两岸而言 它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氛围 也就是说两岸之间 战争的几率几乎是零了 那外商要来投资的话 它可以去除掉不确定因素 做生意最怕不确定因素 不确定去除了两岸之间 是一个最大的市场 全世界都会来这里 不论是赚两岸的钱 还是被两岸赚钱 至少对他们的说 投资得到比较多的保障 所以日本人也好 美国也好 韩国也好 都是在商言商 所以他们认为说 这签署了不得了来 60年来最重要的协议 对 但它是不是正面看得到 还是负面看得到 我觉得有在进一步的考验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就仔细去观察 韩国跟日本 他们是负面冲击 也就是说 当台湾跟大陆签订ECFA之后 将来这个关税 降到一定的零的几项之后 对于韩国跟日本 原来在大陆的产业 它至少冲击了23.52亿美元 所以对他们说 他们有紧张 有这个奇怪的关系 但美国比较正面看待 所以我想其实情绪不一 不过60年来 最重要的历史的里程碑 毋庸置疑 未必绝后 但肯定空前 让我想你今天 马英九讲的一句话 叫做两岸和平的黄玫瑰 已经不在天边 在眼前 其实昨天除了签的改法之后 两岸两会还是签署了 一个叫做 两岸知识产权合作保护协议 那么您对这个协议签署了 对两岸知识产权保护的方面 有什么样的解读 两岸的民众跟两岸的产业 最重要就是脑袋 知识创造价值 价值产生优势 那这次签署这样的保护协议 至少它的消极跟积极层面 是不一样的 消极表示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形象 向全世界宣告说 两岸在知识经济产权上面 非常尊重 是 要把那个旧的标签撕掉 对 所以我说这是好的 是建立新形象 那积极方面呢 鼓励创意 如果呢 这个知识经济产权 没有被保护的话 谁愿意创造 我花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你两分钟就给我靠避过去了 谁还愿意做 所以它消极面是重塑 两岸对于知识产权的尊重 对 把过去那个负面的标签拔掉 正面呢 鼓励更多的人才 提出更好的创意 让两岸的文明生活变得更好 对 其实这样听起来可能说 大家觉得说这是业界的好处 其实对于每个消费者 都有直接的利益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知识产权签署协议以后呢 之前比如说你要买一个周杰伦的这个唱片 所以要在大陆发唱片 它要先经过香港一个国际版权机构 在亚洲的代理机构去认证 可能要三到五个月 或者是六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在大陆发行 那么现在这个知识产权协议签署之后呢 就台湾的唱片公司 直接可以跟大陆来授权 所以可能三五天就搞定了 时效 从时效 从这个你买唱片的成本都会降低下来 谢谢 谢谢江教授 我们先把时间交回到福州 韩哲 好的 谢谢叶清林 也谢谢江教授 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各位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海峡新干线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国民党创始了总督导角色 五位重量级大佬 划分责任区 都军年底五都选战 为五都选举造势暖场 国民党密训帅哥辣妹热舞团 台湾屏东外海发生印尼船员 罢工挟持台湾船长事件 台海巡部门发动攻坚成功制服 好 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为了让重量级人士投入台湾年底 五都选战的复选工作 据国民党高层透露 党秘书长金普聪日前发挥创意 在传统竞选组织架构上 新创总督导 由肖万长 吴敦义 王精平 吴波雄 廖辽椅 分别出任各选区的总督导 同时在各责任区 搭配国民党副主席和民代 进行复选工作 达到有效整合战力的目的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党政高层29号透露 台湾年底五都选战 国民党将让重量级人士投入复选 根据国民党中央规划的总督导阵容 大高雄市由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王精平出任 台北市由国民党荣誉主席 吴波雄担任 新北市则交给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吴敦义负责 大台中市是由曾任台中县长的 马英九办公室秘书长廖辽以单纲 大台南市则由出身嘉义市的 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肖万长出马 同时在搭配国民党副主席 民代划分责任区辅选 以有效统整战力 对此国民党内部人士均表示尚未知悉 但均表示欢迎党内重量级大佬坐镇辅选 对选情一定会有帮助 报道还指出 宋都岛并非常设 也未必是确定的称呼 但重点是五都选战 由五位大佬都军势必提升国民党战力 不只是国民党大佬 为了年底的五都选举 国民党青年军也动了起来 为了加强辅选造势力度 国民党从青年团里挑出行男辣妹 组成任务团 找著名的舞蹈老师来魔鬼特训 未来要寻回国民党各大造势场合 以前造势场合有劳关夫人开金口 语音绕梁是很不错啦 但看见了国民党的传统开场秀吗 看官请留步啊 最近一婚前交舞的舞蹈教室 是国民党青年军的秘密基地 五都选举开场秀 未来要靠万州选一的CADENCER 这几个表现特别亮眼尬舞尬得好凶的 恰恰好是同班同学 都是政治幼幼班舞蹈刚入门 其中一个名号挺响亮 人称小徐若轩 你是小徐若轩 有可是我觉得不像 重金礼聘大小S和明星们的舞蹈老师 要把完全不懂舞蹈的青年军们 训练成专业舞者 国民党不惜下重本培训K舞团 保证要让被动员来的爷爷奶奶 先生太太 造势场合 舍不得离开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台湾媒体报道 6月23号在屏东鹅鸩比外海 爆发了一起鱼公挟持船长事件 渔展翔号渔船上有7名印度尼西亚籍渔工 因为不服管教拿刀挟持台湾船长和轮机长 两个人为求自保 躲进了驾驶舱 透过无线电向外求救 台海巡部门接获报案之后 立刻派人前往 发动攻坚靠板登船 顺利制服了船上的暴动渔工 台海巡部门人员持枪锁定位在屏东鹅鸩比外海的渔展翔号 立刻进行靠板登船攻坚 船上亲民印度尼西亚籍渔工 全部双手抱头 乖乖接受盘查 躲在驾驶舱的台机船长和轮机长 这才赶出来 6月23号 渔展翔号出海运作 在菲律宾东方公海处 船上7名印度尼西亚籍员工 一次因为不服管教 居然拿刀威胁船长和轮机长不准开船 吓得两个人赶快躲进驾驶舱 用无线电向电台求救 印度尼西亚渔工罢工战船 直到台海船部门舰艇赶到 才将他们通通制服 经过三天挟持惊魂的两个人 真的是松了一口气 船长也说有了这次经历 希望以后不要再跑船 要结束被渔工拿刀威胁的 逃海生活 好的各位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上海世博会福建活动周亮点增程 八敏灯会欢腾彩街巡游演出 吸引眼球 第二届海峡两岸生物多样性 与森林保护文化研讨会 在台北举行 详细内容稍后为您送上 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6月29号 以潮涌海西魅力福建为主题的 上海世博会福建活动周 拉开了帷幕 其中最时一年多 全新打造的八敏灯会 欢腾彩街巡游演出 是上海世博会福建周活动的亮点 整场巡游沿着浦东世博园区的 博城路行进 我们一起来看本来我们记者 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巡游还没开始 但是你们看 我的周围已经是人山人海 这里挤满了人 因为大家都在迎接一场 极具福建地方特色的大巡游 巡游开始了 美丽的惠安女高举福建的招牌打头阵 全州的拍胸舞在巡游中十分抢眼 据了解 拍胸舞又称拍胸 打鸡响 打花车等 是福建省最有代表性的民间舞蹈之一 感觉到福建的民主文化很有特色 有机会一定到福建看看 我觉得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 因为呢 这些戏剧 还有他们的一些表演 很能突出福建人民的一些风俗习惯 然后今后有时间 有机会 一定去福建看看 巡游由欢呼方队 莆田车谷队 全州火顶公婆 全州彩婆 全州拍胸舞 福州献尸 福州十二姑嫂 三明滚灯 漳州大鼓两伞等组成 队伍浩浩荡荡荡 声势浩大 据了解 福建闹花灯采接 是一项在海内外 有着广泛影响的活动 其特点是喜庆热闹 互动性强 可以说是中国的狂欢节 八门灯会欢腾采接巡游队伍 有181个演员参加 每天演出一场 我们是要把一个魅力的福建 充满活力 动感的福建 展现给上海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全世界的朋友们 好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 第二届海峡两岸生物多样性 与森林保护文化研讨会 6月29号在台湾大学举行 我们的驻台记者叶金灵应邀前往采访 金灵 好的 韩哲 这个研讨会 其实是去年在福建带云山举办的 第一届两岸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一个继续 两岸专家学者会围绕着 怎么进行两岸的生物多样性的合作研究 和共同探寻海峡两岸的森林管理模式进行研讨 来看详细的报道 此次研讨会由台湾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 台湾东海大学和福建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以及福建带云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共同主办 台湾的两个研究机构还在会上 与带云山自然保护区签署 共同开展专项课题研究协议 带云山是大陆和台湾中央山脉 隔海相望距离最近的山脉 纬度相同 气候三进 物种相似度极高 非常值得探讨与比较 我们通过这种跟台湾方面的一些大学研究机构 比如说台湾大学 还有东海大学等一些研究机构呢 进行了合作 那么分别由两岸专家来领先一些 具体的科研项目 那我们相信呢 通过这一些合作呢 能够推动两岸之间 生物多样性保护这种事业的发展 然后对两岸 造福两岸的这个匪性呢 应该说都很有极其典型的意义 与会专家希望通过两岸联手 在生物多样性研究和生态保护等方面 共同发展 通过共同研究 双方可以互相借鉴在公园管理 生态保育 解说教育 观光油气等方面的成功经验 共同推动两岸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福建跟台湾一水之隔 在人文地理方面是非常的近视 那两岸能够齐手合作 多做交流 会对生物多样性的保育 以及这个资源永续的使用 绝对是有帮助的 好了各位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晚间的收看 我是韩哲 祝大家晚安 感谢各位收看 叶琴琳在台北 祝各位晚安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